我都用十年了,為什麼要換? 小姐,你的咖啡好囉 大家一兩年簽約聽一次,不是每天聽每天聽 這家有的別家也有,別家沒的這家也沒有,大家都習慣了吧 我自己前一家電信公司,用了快十年了 也是跟另外兩家都一模一樣啊,價格也都一樣啊 幹嘛要換?這麼麻煩,換得有更好嗎? 一直到有一次,一個比較熟的老闆跟我推薦台灣之星 他說他用起來都差不多,可是每個月都少五六百塊耶 我就想說,是喔,那我也試試看,反正號碼又不用換,不喜歡再換就好啦 我換到台灣之星已經快半年了,原本以為只有價格不一樣 可是用了之後才發現他通通都不一樣 他的網站服務啊,廣告APP那些,通通都跟別人不一樣 比想像中好很多,其中電話用這麼久了,終於有不一樣的選擇啦 我們想要給你的,不只是省錢 我們相信,讓你擁有不一樣的選擇,對你最有利 台灣之星,不斷努力,不是你為理所當然 還要給你參考點 這邊是天下的一條文件 那間就要發表別人 今天啊,我們要 grad做的